哪零威挑战魏小李 昙花一线还是逆袭前兆 刚刚踏入12月 各大车企们都开始集中发布最新的销量成绩单 这集中造车新势力们最为迫切 在过去一年中 我们已经习惯了魏小李 在每个月初争破头抢先发销量这种事 今年1至11月 其累计交付近6万辆 同比增长393% 距离其6.5万辆的年度目标已经近在咫尺 商业嗅觉敏锐的大华集团 很早就察觉到了其多年的技术积累 在智能汽车市场中大有可为 尤其是在智能驾驶领域 于是 其首款车型领跑S01就具备了L2级辅助驾驶能力 并可实现自动博车以及人脸识别功能 这些配置在2019年的10万级电动车中不可谓不超前 而领跑汽车的转折点 则来自于领跑T03的推出 这款车在2020年5月上市 并将领跑S01上面的智能配置 一样不落地移植过来 迅速对其锐小蚂蚁 欧拉黑猫 长安奔奔142等竞争对手型乘降维打击 这跟比亚迪能让其DMI车型的售价 能跟同级别燃油车对标是一个道理 因为整套驱动系统都是自研自产 不仅硬件成本低 在匹配方面也有先天优势 它甚至无需成本高昂的DHT变速箱 只用一个简单的机电偶和结构 就可以实现同级领先的产品力 哪吒和领跑拥有鲜明的产品特色 但由于过去几年长期发力中低端市场 导致品牌向行过于接地气 未来冲击高端需要在营销和服务方面下苦工